花东民众以往要参加营建署举办的营建技术人员假期课程 都必须跑到高雄去上课 周车劳顿之外还要花钱住宿 木工工会透过立委刘兆豪成情争取 8月5号开始的装潢木工课程 终于可以在台东专校来举行 可以省下4万花东地区的木工装潢技术人员 有73位抢先报名 以往他们都要从花莲和台东搭车到高雄上课10天 车资加上住宿的开销 三四万跑不掉 这么多人去高雄上课 如果换成几个讲师能够到台东来 个人和社会成本怎么说都比较有效率 台东木工工会的理事长董琪芳 就是这样向立委刘兆豪成情 刘兆豪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马上向营建署和承办活动的文化大学沟通 能够让我们台东的有志从事室内装潢的这些朋友们 能够省去这样大笔的开销跟周车劳盾 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就迅速的跟内政部营建署 还有相关的人员 我们一起密切的协商 然后终于在今天 我们把相关的课程 能够在台东举行 所以8月5号这天举行的装潢木工专记讲席 就在台东专校正式开训 在台北文化大学 所以正好今年是台东跟花蓮联合 到台东来这边上课 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包括旅途也好 或者是开车自己 都很大的方便 真的是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学校也非常乐意 提供我们的场地机具设备 来配合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对我们花东两线的民众来讲 尤其是这些从业人员 他们未来在就业的时候 有更多更多的保障 一个人省4万 73位学员总共省下将近300万花费 如果相关的讲席都能够比较办理 相信绝对是所有从业人员的最大福音 记者赖永诚台东市报道 也好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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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